再来看到今年的金曲奖真的是大牌众星云集 尤其是歌神张学友因为剧组取消通告 马上赶来台湾参加金曲奖 今天金曲奖入围歌王歌后的十位入围者 确定全都会出席 歌神张学友以专辑醒着做梦 入围最佳男歌手以及最佳专辑奖 先前外界揣测不断担心张学友不来了 因为是以吊车尾入围歌王宝座 由张学友跟周杰伦在最后投票的时候 那么张学友有一点点的这个成绩显胜 张学友对外澄清 我很想去金曲奖完全没有生气 原先无法确认出席 就是因为要赶拍电影 剧组今晚取消通告 张学友随即赶来参加金曲奖 下午3点30分搭乘班机抵达台湾 新唐野台电视台湾台北 电视报道